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聊一下EDA EDA软件是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的缩写 是指利用电脑软体将复杂的电子产品的设计过程进行自动化 再具体一点就是将复杂的基层电路芯片设计过程的自动化 EDA可以缩短产品的开发时间 协调工程师设计高性能产品的过程 然后当然产品出来就更有更好的市场竞争力 更好的功能 请注意EDA不是指一个软件或者一个软体 是由若干个软件软体组成的 这样才能达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目的 EDA可以分成前段流程和后段流程 这个前段流程就是包括设计输入 模拟器 分析工具 合成器 仿真器 那后段的流程呢 包括布局 扰线 实体设计 验证 等等 EDA的好比是设计房子时候呢 它这套工具呢 是把这个不仅要把房子的大小尺寸都写出来 或者画出来 还要把房子的每一块砖头 每一片地板 甚至每一条钢筋的圆模圆样都描述出来 而谁是在比这个房子缩小到千万倍以上的这个方寸之上 就很小很小的空间 EDA本身这个软件工具呢 并不是独立发展 是整个这个半导体制造企业和芯片设计企业和EDA软件厂商一起努力的 比如说这个半导体制造公司呢 是把材料化学工艺过程方面的工艺进行突破 然后呢 EDA软件公司呢 是进行测试和细节的反馈 反复进行来修改这个软件 那设计公司呢 根据新的这个设计模型啊 设计方法进行设计 然后设计出更高功能的芯片 设计公司再把这个设计呢 反馈到半导体制造公司和EDA这个软件公司 进行改造工艺和软件模型 办到制造公司 EDA软件公司 芯片设计公司 这三方面呢 协同起来 把这个EDA软件 打到更好的水平 所以不是光软件公司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一定要和制造和设计 就说软件实用的这个公司呢 一起来协同发展 所以说呢 依照现在半导体产业这个系统来看呢 EDA是没办法避免的一个软件 或者是没有替代性的产品 到目前为止 全球EDA的三大软件公司 是凯腾电子 新思科技和西门子EDA 它们合起来 占有市场占有率超过70% 这就是目前关于EDA软件的 大致的一个描述 谢谢大家收看